大家好 我是麦子商城的制作讲师Tiger 今天这一讲了 我们将继续给大家讲解关于麦子商城的前端 手页面的一些功能的实现 首先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 上一节我们给大家实现的基本内容 首先上一节呢 我们给大家讲解了这个推荐商品 这个模块的一个基本功能的实现 好 然后呢 这里面还有一些地方呢 需要完善的 第一个就是这个图片 然后下边呢就是这个文字的部分 那么这里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一起来实现一下 对于这个 这个呢就是商品的这个DV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LI标签 LI标签 这个是 这个LI标签呢 我们可以设置一下 它的样式 比如说 它的间距 这些呢 我们都可以呢 去给它进行一个设计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呢 LI标签 然后我们可以设置一下 比如说它这里呢 有个间距 拦紧上下为 比如说为2个像素 左右呢 为2个像素 注意哈 这里呢 这个分号不应该有哈 这里一个空格 接下来我们来刷新一下 它就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这个下边呢 有一个 LI下面还有一个DAV 这个DAV呢 一样的 我们把这个样式呢 给它加进去 加进去 还有呢 就是这个DAV里面呢 我们要让它的文字呢 居中 Central 文字居中 然后呢 刷新一下 它这里呢 还有就下面的这个Price 我们给它定了一个样式 好 第一个样式 G G Price 那这个Color 红色 好 那么你可以呢 根据我们效果图当中呢 给它加出 Funt weight Board 这是加出的效果 OK 就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 OK 那么 这个是推荐商品 那么我们有了这个经验以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后边其他的一些模块呢 就非常简单 容易实现 OK 我们把这个 Copy一下 其他的 我们都不需要怎么去管它 我们把这个 进行一个复制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个 DAV 第一个DAV 我们先把它放进来 OK 然后呢 我们再来放第二个 肉卖商品 肉卖商品呢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它应该是几个图片啊 一一二三四五 五个 那么我们可以呢 再去掉这里面呢 再去掉五个LI标签 去掉五个LI标签 这是去了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OK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OK 这个下边呢 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内容 好 那么结合我们的效果图 那么结合这个效果图呢 我们看这个内容是什么 那接下来只需要把这个热卖商品 特交商品呢 这些给它添加进去 好 还有最新商品 我们呢 把这个文字呢 在这里修改一下 就可以了 这是第二个 热卖商品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DAV到 到这里 应该是到这里 这个DAV容器呢 我们给它进行一个 这个是热卖商品 加上一个注释 这个注释呢 有助于我们后期的这个优化 OK 再来 那这里呢 再来修改一下 特价商品 然后再来粘贴一个 还有呢 最新商品 OK 那只是说这里面的这个文字部分呢 需要修改一下 特价商品呢 就把这个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好 这是热卖商品 这个是特价商品 然后最新商品 把这个内容改一改 OK 那么这个基本的效果呢 我们就实现了 大家可以呢 刷新一下 OK 对不对 就实现了 只是说这里面的这些图片哈 这个图片呢 大家下来自己呢 去修改一下 我这里呢 就不给大家去修改这个内容了 包括这里 大家注意了 这里面的这些 这里呢 还有一些文字的样式哈 这个也需要修改一下 还有这个长度 这个内容的长度 也需要修改 然后 只是说我们现在呢 是实现这个基于这个效果图 这边还有一个模块 这个呢 再下来呢 把它加上去 我们下来再加上去 然后 接下来我们要使用的是网站新闻这一块 我们看一下PVT里面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课线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呢 网站新闻的这个列表模块 这是一个文字的列表 那这个文字的列表呢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DIV 然后里面放了一个H标签 作为标题标签 然后下边呢 放在L 放在这个RI标签 这里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通过代码的这个演示 一起来实现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案例 首先 我们首先要找到这个右边的这个部分 好 右边部分呢 这里我们同样的先放一个DAV 好 放一个DAV 然后这个DAV呢 就是一个 这个网站新闻的这个容器 然后这个容器里面呢 我们再给它嵌套几个元素标签 一个是标题标签 标题标签 然后这个是网站新闻 可以给它先加上去 然后呢 在下边呢 再放一个UR标签 好 这里 啊 放一个UR标签 接下来在UR标签里面呢 我们再来嵌套 大概10 啊 10个左右 好 那这里呢 差不多的啊 差不多 然后我们再来 复制啊 复制 这个要显示的条数啊 要显示多少条 最好呢 是和效果图里面呢 的条数呢 是一致的哈 哦 比如说这里呢 是12345678个8条数目 那我们这里呢 也只能放8条 哦 你不能说哦 我们随便多放几条啊 多放几条就有可能导致整体的这个网页的结构 啊 显示呢 就不协调 哦 那现在这个基本框架呢 咱们把它啊 搭建好了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基本的效果 哦 效果呢 是这样的 那接下来 这就是一个原始的框架没有任何的修饰 接下来我们可以呢 对它的这个框架的样式呢 进行一个简单设计 首先标题部分要给它加入啊 这个CSS样式 这个 可以给它定一个啊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这个啊 标签 它下边呢 效果图 它下边其实很多样式都是一致的 开明 这里很多样式都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统一的样式 哦 做一个统一的样式 对于这个呢 我们可以给它加上一个box 我们看一下 这里我们前面用了box啊 这个样式 我们现在直接把这个box样式呢加进来看一下它是怎样的啊 看一下box这个样式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样式能不能直接应用到我们当前的这个模块当中 哎 这里好像是不行的啊 嗯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上面这个这个特别是里面的这个项目这一块需要重新的去设计 那我们这里呢重新给它定一个啊 这个 右边的这个box r嘛 rbox 代表右边 right 然后呢我们需要重新呢在这里呢给它加上一个样式表 在这个be right这里 我们刚才使用的是class的方式来定义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呢 啊就应该用这种类的方式来定义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定义它的啊 这个h4标签 h4标签 然后呢 这个颜色 color 白色 然后文字大小 方的size 14个像素 然后就是背景图 要给它加上背景图 背景图呢在上一页啊上一个文件夹里面 imagine的文件夹里面 ok 这里呢进行去找这个效果图 ok 这个是195 这个也是195 这是一样的 ok 那么这个是它的 文字部分 然后我们可以呢给它定一个高度 height lineheight 它35个像素 还有就是它的高度 我们给它定一个35个像素 然后行高是设置文字居中 然后text 这个文字呢是 文字部分呢是居中的 所以说这里设置 take a name 为central 刷新 就这样的 这里可能没有35个像素的高度 这里为30个像素 改过来 好 这里它实际的高度呢 我们要根据 这个 它本身的这个高度来进行一个计算 本身的高度 好 我们这里呢把它修改了 然后进行刷新 就这样的 接下来就是这个列表部分 列表它前面呢有项目符号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可以呢 把它ul项目符号呢给它去掉 那么去掉这个项目符号 我们使用的是 这个对这个li标签 直接做相应的样式定义 然后就是它里面的这个li标签对应的 下面的 这个ur标签下面对的li标签 那你这里呢可以给它设置一个间距 9 hat 好 我们记得前面一般是25个像素 航高 然后这个文字呢 你可以给它设一个简单的缩径 比如说10个像素 这个是向右的一个基本缩径 刷新 就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图 它前面呢还有一个这个简头符号 而且呢文字颜色呢是深灰色 然后那这个简头符号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给它加背景图来实现 把ground的 UIL 这里面来找它的简头符号 然后找到 OK 大家注意了这个图片很小 如果我们直接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应该是个怎么样的效果 它是一个平铺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直接平铺过来了 而这个效果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我们想要的这里呢是不让它平铺 这里呢我们就给它是一个low repeat low repeat 并且呢 center 上下去中 然后从左边开始 neft 就这样的一个效果 大家可以呢 看一下 这是我们在给它说效果图 说这个 背景 背景图 然后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那么它就成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 那么接下来就是文字的部分 好文字的部分 那么文字的部分呢 我们只需要去设它的A标签 标签就可以了 A标签找到 A标签 然后去给它设置文字的这个颜色 Color Color 你这里呢可以使用这个深灰色 还有呢 还有呢就是它的效果线 Tex 什么 大家一起来复习一下 Tex Direction Line 这个就给它设置 这个就给它设置好了 我们一起呢 保存Ctrl 加S 保存 然后刷新 然后就得到这样的效果 但是呢 这里应该还有一个边框 那这个边框呢 因为它下面呢 是DAV 所以说我们去找到这个盒子的 下面还有一个 应该还有一个DAV 或者直接设这个U2标签 这个U2标签呢 我们给它设一个Border 色的 一个像素 Red 我们看一下 那就基本上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 OK 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 那么上边这个颜色部分呢 我们可以把它去掉 上边我们不要这个边框 上部的这个边框不要的话 你可以呢设一个Border Border Bottom Border Top 刚Top 说准备Lun 说准备Lun 接下来我们刷新一下 对 就这样的效果 然后右边的这个整体的部分的这个边框 我们就可以不用了 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它去掉 哦 那就是Bright 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个去掉 不要这个边框 那现在呢 我们看起来就基本上非常接近我们效果图的样式 OK 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 好 接下来呢 大家只需要把这个 嗯 在 在 在稍微 往右边靠一点 好 往右边靠一点 好 那么这里呢 实际上只需要去设置这里 哎 MANG M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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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向左边的这个间距 比如说是 五个箱数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里呢就会有一个间隔 这个这样的一个建构 然后这样呢 我们就基本上实现了 基本上实现了这个新闻列表 还有它上边 根据效果图 它上边呢 这里应该也有一定的间距 那也可以呢 去给它设置一下 蓝金拓扑 就是设置它的外间距 五个像素也可以 两个像素也可以 那一般我们前面设置是两个像素 这里呢 也设置两个像素 这样就能够统一 统一 OK 就这样的 这个网站新闻列表就实现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刚才所说 这里的一个bug 这个呢 实际上我们很简单 你只需要单独的去给它设置一下颜色 就可以了 好 单独去设置一下颜色 这里我们可以加上一个 直接设一个red嘛 好 直接设一个 这个h3标签 然后我们直接这里设一个 点red的颜色 red红色 然后这个目的呢 就是加上一个红色 然后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几个样式呢 把它取出来 然后复制给 这对应的 这对应的 这个右边 左边部分 大家看一下 这是用户型商品分类 然后这里呢 都有一个 对应的 red OK 这里不需要加分号 不需要加分号 然后复制过来 粘贴 OK 粘贴 就可以了 其他的 我看一下啊 再来刷新一下界面 那么这个效果呢 我们看能不能达到 预期的这个效果 它这里呢 刷新以后呢 它还是白色的 还是白色的 所以呢 这里呢 它应该是样式 成叠以后的一种效果 所以说我们这里 可以直接干脆这样 把这个去掉 好 把这个去掉 然后呢 把这个box 这里啊 把它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把它改成 ff 就是红色 直接改这里 也是可以的啊 也可以的 那接下来呢 再来刷新一下 好 再刷新一下 这里把它改成 read 然后下边的 这个把它去掉 把这个 这个去掉 这个就不用了 好 还有一个 那刷新以后 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 那么这里呢 就和我们网站的基本效果呢 就基本上一致 基本上一致 就是这样的一致 就像这样的一致 就像这样的一致